光固化3G打印机对比传统的FDM3D打印机 它在打印模型的时候 模型表面清晰度会更精细 更适合制作手办等模型 而FDM则适合制作一些工具类模型 FDM在打印的时候安全 无毒 环保 而光固化则复杂很多 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想要了解光固化3G打印机 而我今天就来实际展示一下这台光固化打印机 它的打印过程以及后处理操作步骤 想对光固化打印机有所了解的朋友 可以看本期视频进行了解 我们在接触光固化3G打印机的时候 最好准备一个活性碳口罩 我们戴上它再打开这个盖子 气味就要小上很多 我现在将这台机器的罩子拿下来 拿下罩子以后可能会闻到一些刺鼻的气味 这是光明素质散发的味道 所以我在旁边还准备了一个空气净化器 这样相对来说气味也会减少不少 而且我整个房间还有新风系统 所以整体来说是比较安全的 推荐大家在通风环境以及独立房间下使用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打印过程 这个池子里面放的是光明素质 颜色有多种我现在用的是黑色 下面有一块屏幕会甚至各种图案 会将我们的数字进行固化 我们的模型就一层一层打印出来了 这个模型马上打印完成了 等打印完成之后我们再来进行处理 打印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 将模型取出 这就是我们光固化打印的模型 像这样的模型打印时间花了7个小时 可以说是非常快了 现在我们用开刃的铲子将它铲下来 其实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一次性的塑料盒 或者废弃的纸盒子 我们用铲子将它铲下来之后 可以先将这个支撑拆下来 这边这个支撑也拆下来 然后我们找来95%以上的酒精 将我们这个模型放进去清洗 这里我可以说一下 我们可以准备两个桶 第二个桶做完我们二次清洗 我们可以用这种清洗机来进行清洗 会更干净一点 使用固化机清洗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出来进行晾干 这固化机真的非常好用 不仅能够清洗还可以二次固化 我们等待几分钟晾干完成之后 这个模型还无法使用 我们需要二次固化 我们将它放到二次固化机上面 也可以自己来DIY做一个二次固化机 然后我们调整这个模式 然后将时间改到三分钟 接下来照上这个罩子 点击启动 好就开始二次固化了 光固化打印的模型 必须二次固化 表面才会变得非常坚硬 就不会软绵绵的 二次固化完成之后 我们模型摸在手上 就非常的坚硬 可以看到光固化3D打印模型 特别适合做手办 细节特别的到位 我们可以直接对这个模型进行上色操作 只有底部支撑的地方需要进行打磨 而模型的表面细腻细节清晰到位 真的是太棒了 而我打印这个模型的3D打印机 是Ellogo的土星二代 之前出过视频 它是8K分辨率10寸的屏幕 售价只要3999 性价比特别的高 在下一期视频 我会分享5到10分钟 快速在这个模型进行上色 有想要了解的朋友 也可以点个关注 看我下一期视频 最后我也会将这个模型的图纸 放到评论区 并且已经加好了支撑 而且抽壳了 大家可以轻松打印 像这样一个模型 所使用的数字材料 只需要80克左右 特别的划算的 好了 这个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